在赫富特拉市 正在进入最后准备阶段 除了发放以外 一整场地和药品的安排等细节 都需要细心安排 赫富特拉 这是我们在墨西哥所进行的 六场发放之中最大的一场 所以当天整个进行人数 将近会有七千人左右 我觉得墨西哥的人 真的即使在灾难的时候 还是保持他们的微笑 还是保持他们的尊严 我希望他们能够早日走出这个阴霾 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 我会把一家人这首歌 带到墨西哥每一个地方 每个角落 我今天传不到 我以后还会再来 同一时间从台湾 美国 加拿大和中南美洲 各地前来的赈灾团 也已经抵达墨西哥城 准备参与从12月7号开始的 赈灾发放工作 一一实现对灾民的承诺 戴新闻 汤艾伦 门海梅 墨西哥报道 谢谢